你好 欢迎收看4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宪福为了满足宪明育儿以及友善家庭福利的需求 积极争取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 配合宪福自筹耗资1亿5000万余元 打造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 而今天14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预计113年下半年会完工 将提供托婴服务 亲子服务以及青少年福利等 整合式的社区以及家庭服务 为了建构一乡镇一亲之馆幸福城市的愿景 托吉育儿服务以及减缓家庭育儿照顾的负担 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 14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有限许之后请你主持 现在许之表示 真的很开心引起期盼的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 终于动工了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这中间启动了多次地方座谈来协调 感谢各村村长 村区发言协会 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 以及村民们的全程参与 也感谢花林县议会的支持 以致肯定 我们吉安儿少家庭更有新的一个新地标 就是我们的儿少馆 对不对 花林县政府不断的 无论是在教育 无论在社府 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托老托婴 这是希望安定我们的长者 以及这个幼儿 让我们年轻一代的族群 能够奋力往前 大步向前 圆梦追梦 而当然花林县在我们 无论是青创 或者是各个产业 我们在昨天 也对于我们花林县的中小企业 辅助协助来做我们的数位转型的课程 更希望在静零探牌的路上 华林县政府跟大家一起来做静零探牌 来跟国际来竞争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共同来参与 而今天我们更请到 我们希望老少馆老少馆 我们的这个全民 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少府委员会 我们的委员也共同来参与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老少馆 也有我们委员会 我们这个少府会的这个参与以及提案 所以让我们的提案 能的意见能够加入 这也是一个透过很多公民的这个大家的参与 建福社会出品老师 吉安额少馆地下一层楼 地上五层楼建筑物 一楼规划为托婴中心 预计收拖24名 2个月到2岁的婴幼儿 2到3楼为祖孙馆 提供0到6岁婴幼儿家庭托婴咨询 亲子教育、亲子活动、亲银共融活动 4到5楼为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提供青少年休闲活动场馆 培养青少年的才艺 增进自信以及社会的参与 记得继续节目到